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渔民捕回的海鲜里面 最贵的要数还捕大虾了 130元一斤 可以说是不是最显现的油了 炸什么意思 在虾中卖吗 市场上的养殖大虾 30块钱就能买一斤 这130元一斤的海捕大虾和它们相比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为了探个究竟 小编买了115元的海捕大虾 3只 4只 5只 42只 小编数了一下 115元一共买了12只海捕大虾 平均下来呢 每只是10元左右 小编把它们泡在水里 用盒子装好 放在冰箱里冷冻 为了尝尝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 小编用清蒸的方法蒸了6只 约15分钟 小编就把大虾蒸好了 疼命 那有八马虾不是 哪有什么 怎么看起来 说说的都一个模样的吗 咱一个 说说的都一个模样 咱一个不咱 说说的看不出来了 那个八马虾 咱个有点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 你看它有颗 你擦哪个 它有颗和哪些颗不一样是吧 这130元一斤的海捕大虾 到底和30元一斤的养殖大虾 口味上有什么区别呢 很好吃 小编也尝了一下要非说是区别的话 小编也尝了一下要非说是区别的话 小编感觉海捕大虾的肉更紧实一些 鲜味更浓一些 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